本會同仁是不是有請一下 在請部長之前 我先來救教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的 這個社會團體來參與的 台灣勞動社會發展協會的執行長 是不是能救教一下 請執行長 在執行長上位 我上位發問 要特別代表民進黨 在這邊來對 整個本會同仁來做一個說明 基本上 剛剛很多從官方數據而言的話 大概台商到中國 以及中國到台灣的投資比例 幾乎是1000倍以上 以從數字上 官方的統計資料 我想還不止於此 那這當中裡面 民黨也急於要保護台商的權力 所以特別邀請我們的招委 排這個所謂的 投資保障協定 這個內容要求官方先提供 這個台灣內容 但是我們很遺憾 經過委員會的決議 但是仍然沒有看到實質的內容 那當然我們也比較遺憾了 我們就擔心 未來這個所謂的協議 是不是跟 食品衛生安全協議一樣 變成滑而不實 也沒有辦法真正解決 所謂的這個糾紛 也沒有任何的功能 包括楊智良署長 在立法院11月18號都公開 當本委員會的委員問他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沒有任何用處 調表一格的東西 好那這樣當中裡面 有關台灣在那麼多的台商在中國的一個保護 或是任何未來中國到台灣保護的路資也好 我們都希望透過法治化 因為在一個人質的社會裡面 我們更需要有這樣的一個保護機制 那好 那當 如果將來法治化之後 我要救教委執行長 是否被牽動到整個台灣的勞動就位市場 從法治化之後到那邊投資了 好有一個法律保護了 過去有些是脫跑的 有些是 民文經過經濟部討審會審核的 那麼整個大量的到中國去投資之後 台灣的勞動市場 或是從中國 入資到台灣來投資 整個台灣的就位市場上的衝擊 執行長可不可以給我們官方一點意見一下 感謝委員 給了這個機會 來這邊做說明 的確 就台灣的勞工來說 其實這一個 表案的投資 從1990年開始 非常的 這個興盛以來 其實 那是一個 對台灣勞工是一個血淚史 它造成了很大量的 這個惡性的官場協業 好 那 我可以說目前 如果簽訂了以後 如果我們國內的相關的法令 沒有做好因應的話 的 購定